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分别出现在清代的早期、中期和末期 有的皇后成为了帝王崛起过程当中的垫脚石 有的皇后见到了清朝的鼎盛却遭到心爱之人的抛弃 还有的皇后在清代衰落的时候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那哪一位皇后最值得我们同情呢? 第一位滚带皇后 她是努尔哈赤的大妃、幸福茶室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努尔哈赤 跟随努尔哈赤经历了统一女争各部战争的腥风血雨 可谓患难情深 根据清史稿侯非传的记载 有一次叶赫各部大举来犯 晚上努尔哈赤却睡得憨声如雷 福茶室就把努尔哈赤叫醒问她 说你这是乱了方寸还是吓傻了 大兵来犯 你这是睡觉的时候吗? 努尔哈赤回答说 我要是真的怕了还能睡得那么香吗? 之前我就知道叶和部落要举兵来犯 就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 当时是一直挂念着这个事 如今他们真的来了 我反而心安了 如果是我辜负了叶和 上天必然厌弃我 我怎么能不怕 但如今是我顺天命安疆土 叶和纠结九国之兵来欺负一个无辜的人 上天是不会忽悠他们的 说完 努尔哈赤就继续安心睡觉了 在努尔哈赤的诸位后妃当中 傅查室是唯一一个 具有这样与努尔哈赤交流描写的人 虽然黄太极即位之后 把自己的母亲抬到了努尔哈赤飞瓶当中的首位 却也无法掩盖傅查室之前地位更高的事实 在战争中 他一直陪伴在努尔哈赤左右 为他的安危和成败而担心 从他把丈夫半夜叫起来 问他是你是糊涂了还是傻了 也可以看出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和平等的 傅查室真心为努尔哈赤担忧 努尔哈赤也耐心地给妻子解释了这里面的缘故 让妻子尽管他如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而可见这个夫妻感情的确很好 努尔哈赤逐步统一女真各部 势力越来越大 他又常年在外征战 那傅查室作为大妃留在宫中 管理宫廷事务 是努尔哈赤的贤内助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夫妻俩聚少离多 这个关系可能慢慢就有些疏离了 根据满文老荡的记载 天命五年 努尔哈赤的一位小福晋向他告发说 大福晋跟大贝勒 就是努尔哈赤原非所生的儿子戴扇 往来密切 大福晋不仅多次派人给大贝勒戴扇 送去各种美食 还自己金珠装身献媚于大贝勒 就是穿上华丽的衣服 在大贝勒面前展示自己的魅力和风情 努尔哈赤听后自然是很生气 下令对此事进行调查 而调查的结果是确有其事 努尔哈赤认为 这件事的错误不在大贝勒 而在大福晋 为了保护儿子的地位和家族的颜面 努尔哈赤没有把这件事情外传 而是找了个偷藏金银绸缎的罪名 把大福晋给废掉了 虽然努尔哈赤只是宣布将大福晋废掉 但《清皇室四谱》当中记载说 当大福晋被废之后 他所生的儿子 蒙古尔泰觉得母亲做出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太羞耻了 就亲手拔刀杀死了生母 《清史稿》当中的记载 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当后来蒙古尔泰和黄太极发生冲突时 黄太极就曾说 事故尝试其母以妖宠者 就是说 这就是那个为了在父亲面前妖宠 而亲手杀掉了自己生母的家伙 大福晋被废事件 背后所反映的 其实是努尔哈赤诸子之间 对韩威的激烈争夺 有人认为 小福晋告发大福晋 与大贝勒暧昧一事 是黄太极一手安排的 他通过这一招 让大贝勒戴善从此失宠 三贝勒芒古尔泰背上了沙姆的罪名 那作为四贝勒的黄太极 最终得以继承行位 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不过这个事件 有一个关键点存在一定的疑问 就是当时的大福晋究竟是谁 这一点在史学界还是有争议的 根据青石路和青石稿等正式的记载 事件发生的时间里 努尔哈赤的大福晋应该是多尔滚的生母 乌拉纳拉是阿巴亥 阿巴亥是满洲著名的美女 史称诺尔哈赤对她十分宠爱 让她在十几岁时就当上了大福晋 因此和大贝勒搞暧昧的 也应该就是阿巴亥 但是这个说法的矛盾之处在于 满文老当明确记载 暧昧事件之后 大福晋就被废了 可是后来的史实却证明 此后一直到诺尔哈赤去世 阿巴亥仍旧是大福晋 因此有人提出 阿巴亥虽然当时被废 但是由于诺尔哈赤对他的宠爱 第二年就又恢复了他的大福晋地位 因此阿巴亥只是暂时的被废了一阵子 另一派学者则认为 当时的大福晋并非阿巴亥 而是我们所说的复查士滚带 他早于阿巴亥嫁给诺尔哈赤 跟随诺尔哈赤三十余载 所生的儿子蒙古尔泰德格雷 也年长于阿巴亥所生的三个儿子 他在后宠当中的地位 无疑比阿巴亥更高 是当时的大福晋 后人也因此称他为滚带皇后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说法的 毕竟诺尔哈赤常年征战在外 当时的后金还没有完善的后宫管理体制 大飞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让只有十几岁的阿巴亥 当大福晋来管理和统帅后宫的话 我觉得有点不切实际 而青石路和青石稿中 之所以说阿巴亥早早就当上了大福晋 也是由于他的儿子多尔滚在掌权之后 有意在历史记载中抬高自己生母地位的缘故 再加上滚带的儿子蒙古尔泰 因为后来谋反 被皇太极削去了爵位和宗室资格 而滚带先是自己被废 之后又受到了儿子的政治问题的牵连 那正史当中就有意模糊了他大福晋的地位 其实认为滚带是当时的大福晋 那一切事情就讲得比较通了 他与大贝勒戴上的年龄比较相近 因此容易产生情愫 而他被废之后被儿子杀掉 阿巴亥则记立为大福晋 虽然滚带与记子搞暧昧 的确是得心有亏啊 但是我们应当把这件事情 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去理解 如关前的满人盛行收纪婚的习俗 就是父亲死了 儿子可以把除了亲生母亲之外的父亲的妻子 都收为自己的妻子 哥哥死了 弟弟可以把所有的嫂子都收记为自己的妻子 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让部落之间的联姻不要中断 而且在满人眼中 女人就是财产 父兄去世 这个财产不能外流 不过我们讲了 儿子可以收记继母 弟弟可以收记嫂子 但父亲却不能收记儿媳 兄长也不能收记弟媳 就是让年轻的男子拥有更多的妻子 繁衍更多的后代 壮大不足 这个是收记婚存在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在收记婚的这个背景之下 努尔哈尺年高 他去世之后滚带自然就是大贝勒的妻子 况且努尔哈尺之前还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说如果自己一旦故去 妻子和儿子们就托大贝勒戴扇好好照顾 那这里面的前台词也可以理解为 我的妻子们就都归戴扇了在我死后 所以滚带才会有提前与大贝勒戴扇联络感情的这个举动 只是他没想到 自己的这一行为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先是被黄太极抓住把柄 安排告密丢掉了大附近的地位 其次儿子蒙古尔泰性情粗暴 拔刀杀母让自己丢掉了性命 那蒙古尔泰首任生母之后 在八旗贵族当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为皇太极除掉蒙古尔泰又提供了很好的借口 富察时滚带跟随诺尔哈士三十余载 生有两儿一女 自己因不慎被废又被亲生儿子所杀 儿子蒙古尔泰和女儿蒙古记又被皇太极以谋反的罪名处死 可谓清代历史上结局最为悲惨的皇后之一 第二位皇后纳拉士是乾隆皇帝的季后 因为影视剧的关系 大家对这位皇后可能最为熟悉 纳拉士本是乾隆皇帝的前礼旧人 在红历还是皇子时 纳拉士就是他的侧附近之一 我们之前讲过乾隆很重视前邸旧人 继位之后纳拉士被封为贤妃 后来又近封为贵妃 在前邸旧人当中 他的地位仅次于敌附近 就是后来的皇后富察氏 以及另一位侧附近高家氏 但是由于高家氏去世比较早 在乾隆十年他就去世了 那此后纳拉士在后宫当中的地位就仅次于皇后 所以当乾隆十三年皇后富察氏洪氏之后 纳拉士就循序进封为皇贵妃 逐里六宫侍物 待皇后桑妻满后再策离为皇后 这个在当时都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被策离为皇后之后 纳拉士连续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这说明帝后之间的感情 在最初还是比较和睦的 不过这种和睦 一定是在纳拉士的百般隐忍之下才维持的 从史料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富察氏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春天 到了行亲残礼的时节 礼部小心地询问皇帝 是不是让一名妃子去代为行礼呢 其实也就是问皇帝 这个以前由皇后所行的礼节 是不是由现在的皇贵妃纳拉士来代行呢 秦龙皇帝就很不客气地回复说 妃子宫代那是宫代皇后 有皇后时妃子才可以奉命行事 现在宫中只有一个皇贵妃 你们让妃子来宫代谁呢 可见在皇帝心目当中 还是不愿有人取代富察氏的位置 虽然到乾隆十五年 在太后的一再催促之下 立那拉士为季后 但乾隆皇帝还是迟迟不愿意 让他去主持这个亲残礼 直到乾隆十九年前 都是令官员代为行礼 而且在富察皇后三周年继承的时候 乾隆皇帝还写下了 岂必辛勤忠不急 旧书旧见九香头的诗句 表达了和新皇后不是那么契合 以及对旧人的深切怀念 到了乾隆三十年 皇后随皇帝与太后南巡 到达杭州时 乾隆突然下令将皇后先行送还金师 置于别宫 并收缴所有授封侧保 当时对外公布的原因是 皇后在太后面前 不能克尽孝道 且自行剪发 剂类风靡 就是说皇后突然疯掉了 剪了自己的头发 清代的国俗 只有在大桑期间才剪发便 平时剪发 这个是犯了大忌 所以乾隆皇帝说 皇后这样的行为 是对太后不孝的表现 好像是在诅咒太后的这个早亡 那皇后为什么要剪发呢 证实当中没有记载 当时的小道消息说 乾隆在江南看上了一位汉族美女 想要立她为妃 纳拉士就以组制加法阻止 因而引发了帝后之间的激烈冲突 纳拉士奋会断发 导致皇帝震怒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皇后断发事件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纳拉士的性格里面的确有着 满洲女性那种比较刚烈和倔强的一面 但这样的性格可能就很难与皇帝相契合 被皇帝所容忍 此后他被打入冷宫 在冷宫当中挣扎了一年多 就在屈辱当中死去了 对于他的死 乾隆没有表现出一点侧隐之心 据说当时乾隆皇帝正在木兰围场打猎 内务府将纳拉士的死讯急报到围场 乾隆听后指示对随从打猎的皇后的亲生儿子永齐说 你回去料理你母亲的丧事吧 然后自己就照常打猎了 并且还下令只能按照皇贵妃的规格来为他办理丧事 多年后乾隆还不无虚伪的说 自己对纳拉士那么忤逆的行为 仍然能够表现得十分宽容 在他在世的时候 并没有公开宣布废除他的皇后之位 直到他死后才下令减杀桑仪 这说明纳拉士生前的确没有明确的被废掉 不过他被打入冷宫 没收侧保 后宫事务也由新进封的令皇贵妃打理 这个废和不废 其实也没有实质的区别了 纳拉士从乾隆做皇子时就跟随他 从侧附近一路做到皇后 为皇帝生育二子一女 却由于有复查室金玉在前 总不能让乾隆皇帝满意 不仅自己被打入了冷宫 抑郁而亡 三个孩子当中也有两个夭折 唯一活下来的皇室二子永齐 也压根没有被乾隆当作嫡子来看待 从来没有考虑过将皇位传给他 永齐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英年早逝 连个爵位都没有 乾隆只下令按照宗室功利来治丧 还是嘉庆帝继位之后 给这个哥哥追赠了一个贝勒的爵位 相比于乾隆曾先后两次 玉丽皇后复查室的儿子为太子 复查室死后 对他所生的孩子当中 唯一存活下来的和静固伦公主 是百般宠爱和照顾 那乾隆对待那拉士母子 真的是非常的薄情 第三位皇后阿鲁特氏 是同治皇帝的原配皇后 她出身蒙古八旗的官宦世家 祖父塞山阿曾经担任户部兵部上书 大学士军机大臣等要职 父亲崇祺是清朝历史上的第一位蒙古状元 因此阿鲁特氏的家庭文化内涵是很深厚的 同治皇帝大婚选秀时 慈禧看中了比同治帝小三岁的 原外郎奉秀的女儿复查室 而此案则比较重义比同治帝大两岁的阿鲁特氏 叛逆的同治皇帝选择了阿鲁特氏 也从此造就了阿鲁特氏一生的悲剧 大婚之后 慈禧对阿鲁特氏一直抱有敌意 刻意打压 处处抬举会妃复查室 在大婚之后的两年中 本来应当由皇后主持的亲残礼 慈禧都命令由会妃代为主持 此后慈禧再越过了贵妃的等级 直接将会妃禁封为皇贵妃 我们之前讲过 清代的惯例 皇后健在的情况下 是一般不轻易撤离皇贵妃的 那慈禧这一举动 显然是对皇后地位的极大的藐视和威胁 幸运的是 同志皇帝和阿鲁特氏的夫妻感情还是很好的 大婚之后 皇帝常常去皇后的寝宫 两个人也有很多共同语言 但慈禧却总是从中作梗 当着别人的面讽刺说 皇帝你得广配甘霖啊 还说皇后年少 不嫌宫中礼节 勿常往其宫 以防政务啊 就是不让儿子常去皇后处 搞得同志皇帝干脆哪位后妃的寝宫都不去啊 独宿前亲宫 后来在太监的引诱之下跑出宫去 寻欢作乐 最终早早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根据晚清官员孕育鼎 在丛林传信录当中的记载 同志皇帝生病后 有一次阿鲁特氏前去探病 向丈夫哭诉了 慈禧总是苛待自己 同志弟就安慰他说 暂且忍耐一下 终究会有出头之日的 没想到小两口这一番对话 被窗外的慈禧听到了 顿时大怒 进屋去 拉着阿鲁特氏的头发 把他拽了出来 一边向外拉 他还一边对他拳打脚踢 同时传令内庭准备大仗 就是准备用家法来处置皇后 吓得同志皇帝从病榻上滚了下来 昏厥了很久 苏醒之后 他的病逝就愈发沉重了 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慈禧当时虽然因为儿子晕厥 没有进一步惩治皇后 但是后来把儿子病情加重 这一罪名自然也加到了皇后身上 还有一种说法 说同志帝临终前曾经与皇后商量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阿鲁特氏明确表示 国赖长君 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 拥立至子 遗物宗舍 就是在这个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 国家需要一位成熟的君王 不希望立一个小孩子为皇帝 然后自己获得一个太后的虚名 这话传到 近前首批其侠 就是扇了皇后耳光 骂道 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 你还想当太后吗 并且不允许他参与 智丧 利斯等一系列事宜 随后就与大臣们商定 不为同志皇帝利斯 而为显丰皇帝利斯 让阿鲁特氏在宫中 彻底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那光绪帝即位之后 尊阿鲁特氏为家顺皇后 但是问题在于 他并不是当朝皇帝的皇后 也更不是太后 而是皇帝的嫂子 在后宫当中 确实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同志皇帝去世还不到百日 宫中就传出了 家顺皇后崩世的消息 当时官方给出的死因是 由于大型皇帝 龙玉上兵之后 家顺皇后哀悔过肾 随报审科 克然离世 但是小道消息却传说 阿鲁特氏是在慈禧的百般 虐待之下绝食而亡 有人说他曾经托人烧出口信 让父亲崇祈给他拿个主意 崇祈就含泪 给女儿披了一个死字 也有说是崇祈给女儿 建了一个石盒 阿鲁特氏打开一看 里面空空如也 明白父亲这是要他绝食 于是就有了皇后呼哄的记载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 说阿鲁特氏在同志地临终前 已经怀有身孕 那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是男孩 那么清朝父死子祭的皇帝一脉 还是能够传承下来的 但是慈禧已然不能容忍这个孙子的存在 因为如果生下来却是男孩 阿鲁特氏就是毫无疑问的大清皇太后 自己就只能退居太皇太后 那手中的权力可就岌岌可危了 因此有人认为 正是因为身怀有孕 所以慈禧才万不能让阿鲁特氏继续存在了 为了权力 慈禧什么都能放弃 好 这一集我们就给大家梳理了 清淡命运最为悲惨的三位皇后 其中有一些内容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有一些内容是新讲的 那这样总和起来 再进行对比 大家会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欢迎在评论区中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